大家好,我是艾米尔 人的生命啊,它徐徐的向前行进 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女人呢,一般到了50岁左右 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阶段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更年期 那在更年期这个阶段啊 女人从这种内在的生理上会有一些变化 比方说她的卵巢机能会下降 月经可能会停止 荷尔蒙会有些失调 她的这种交感神经系统会变得特别敏感 同时呢,由于这种内在的变化 她在外在的这种显像的方面来看 也会有一些特征 比方说脾气突然变得很大 比方说这种情绪啊,很不稳定 还有一些常出汗这样的现象出现 其实更年期啊,是女人这个生命发展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阶段 可是社会上呢,却对更年期有一些误解 比方说啊,有些人会认为更年期的女人嘛 就不再是女人了 或者说更年期的女人就不再需要夫妻生活了 她们也过不了夫妻生活了 其实这都是大错特错的观念 更年期啊,只是意味着女人她受孕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了 但是呢,女人还是女人 女人对夫妻生活还是有需求的 而且也是可以很顺畅的去体验这种夫妻生活的 而且啊,其实很多研究表明 女人到了更年期 由于这个交感神经变得非常敏感 由于她情绪上有一些起伏 有可能对夫妻生活的需求反而更多了呢 所以啊,这个时候做丈夫的 我觉得就更要多去关怀和体贴自己的妻子 然后尽量的去满足她身体上啊 心理上的一些需求 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她平稳的度过更年期 而且你们之后的婚姻生活 老年生活会更甜蜜和幸福呢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段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转发 有什么话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